在外交部工作三十一年 從來沒有像現在這個樣子 外交部的人士受到社會這麼多的討論 引起這麼多的反感 引發出這麼多的問題 從來沒有過 為什麼 因為外交的人士一向都非常有體制 一向非常公平 一向非常公開 你要擔任重要職務 你要接受考試 層層的歷練考核 現在這幾位任命 大家看 說穿了就很簡單 就是吳釗燮部長的私人 他就要任用私人 任用私人的時候 體制變成他的妨礙 所以他不但去修改體制 他不但去破壞體制 他還把這些體制講的不是那麼重要 那說實話 你要喜歡這個人的話 你有一百個理由講他好 那我們外交部要用人的話 這個人好不好 要一百個人講他好才行 不是一個人說他有一百個好 他就可以當的 所以現在他把整個的一個好好的一個體制 好好的一個文官體制完全都破壞掉了 所以會出現非常非常多的問題 這裡面董思琦擔任這個職務 所謂政務副代表 這已經不是我們國家文官體制的問題 這是在鬧國際笑話的問題 為什麼是國際笑話 一個一個駐外單位他的主官也就是代表 今天可能是常任文官 那你在他你他副手放了一個政治任命的副手 你讓國外的接受國來講的話 你這一個是常任文官 這個是政治任命 那這兩個的意見我到底聽誰的 那兩個意見如果不一樣的話 我聽誰的 本來趙一祥也是這樣的安排不是嗎 趙一祥他是政治組副組長 他本來的安排也是副代表 本來也是要這樣 就是因為爭議太大了 如果說外交部今天用內規把這個 把這個所謂的政務副代表 把它列為規定可以的話 那絕對是違反 他已經修法修過了不是嗎 放寬這個政務副代表 是可以由政治任命的 所以這個有十個名額 這個我就覺得這個柯委員 你們立法院要負起點 我們立黨但是沒有辦法 這些法律基本上 外交部的組織編制 還有他的職務表 都是要立法院同意的 要經過立法充項 那這個法律基本上 現在還沒有變 如果送到立法院不會通過 連民進黨的立委都不會 都不會接受的 那外交部為什麼可以這樣做 他修改下面的行政命令 當然 行政命令不能違反母法的 所以這個問題就應該好好來調查 是誰在那邊為非作歹 濫改法令或者說為所欲為